欢迎收看华盛顿看天下 今天想跟大家谈几个题目 一个是中国真有能力拿下台湾吗 另外想跟大家谈谈中国的摄像头人脸辨识 还有对互联网的监控等等 西方国家怎么看待中国的这样重大的变化 那么最后想跟大家谈谈是中国正在建立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DNA数据库 这个对人民的生活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好的 在谈这几个题目之前 我们有几则比较新的讯息和大家分享 有的朋友从明镜其他的频道 其他的频道也都知道 像是今天早上在曼哈顿地区 川普总统的他的产物 川普大楼顶上发生火警 这个火在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就受到控制 然后根据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得到的讯息是 大部分人都很平安 有两位的平民百姓 还有一位消防队员受到了一点轻伤 没有什么大碍 那么整个这个大楼并没有任何需要撤离的动作 那么根据警方的说法 警方用了这么个字眼说 这是一个很快的很简单的 也是常见的这种火警 那么所谓常见者也就是说这个大楼 是这个警方所了解的情况是电线走火 那么而且警方特别强调说 这个不是这个大楼着火 而是大楼顶上出现的这个现象 冒出浓烟 川普总统的这个儿子呢 也在推特上发文 说这个大家都很平安 也同时也赞扬消防队员 他们的这个还有这个安全人员 他们及时发现了 因为这个是特勤人员发现了这个冒烟 然后请这个消防队员来帮忙的 那么川普总统夫妇家人呢 他们都在白宫 还没有在这个楼里边 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个 今天早上华府这个地方 对不起这个纽约发生一场火警 大家知道纽约这两天这个交通很受影响 这个很多人的路上 这个交通所耗费的时间比平常还更多了 这个可能二分之一左右 那么在华府的情况也类似 华府今天下午学校是提前下课 为什么提前下课呢 说因为一两点钟开始 这个天上就会降下来 这个叫什么sleet 就是冰粒子 大家知道这个冰粒子落下来 是最危险的 走路滑倒 开车也要格外小心 那么而且呢 前后几个小时的温度都是华氏32度 刚好是冰点 说呢你温度高一些呢 这个冰粒子就化了 如果低一点呢 它就不会成冰粒子 它可能是别的形态 总之啊就是这个sleet 特别危险 所以华府的交通啊 今天下午也是这个 让很多人呢 现在都是要提高警觉的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 走路行车 都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另外一个讯息啊 是今天有个人过生日 这个金正恩 北韩的领导人 按照维基百科 说他有两个生日 那他就是说 到底哪一天 说不准 一个呢是1984年7月生的 那当然现在不是生日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33岁 但是这个比较更多的专家认为 另外一个数字就是今天 1月8号 然后呢是1982年生 所以呢他过35岁生日 看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就这个有很多 他过去这一年来 他对于这个全世界造成的影响 当然全部都是负面的 比方说16次的试射 试射了23枚导弹 还有呢这个世报核武 然后呢他这个在国内 对他的内部 然后进行了这种极其严格可怕的控制 不晓得到底杀了多少人 然后呢在海外的情况也是如此 造成区域的不稳定 而且还派人杀害了他自己的 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 金正男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讲到以前这个领导人物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说这个一人有庆啊 照民事赖 那大家都是欢欣鼓舞的 普天同庆 在金正恩的生日啊 北韩的情况大概也是类似 只是不晓得大家心里头 究竟要怎么样想法子 这也说不一定 很多人呢他在那个环境里啊 他长久被这个灌输 被洗脑 被这个毒化 所以呢他还是把北韩当做一个全世界 最了不起的地方 把他们领导人当做全世界最伟大的领袖 所以啊当伟大领袖不幸崩祖的时候啊 哎呀是全国上下哭成一团 所以呢我们从海外啊 我们也就提供更多面的这个素材 不同的观察来给大家看看 好了 这个是金正恩过生日 35岁吧 对不起啊 1982年生了就36了 还不晓得他要活多久 另外要跟大家报告一个是在宾州啊 有一个城叫Lichburg 这个位置在哪里啊 就在披子堡 这个东北边不远 是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 可是下子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 为什么呢 这个镇有一个啊 这个应该叫称之为这个 性侵未遂的案子 而犯下这个案子的人是当地的警察局长 做警察局长啊 做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 做警察啊 做了二三十年 所以当地的人呢 对他很熟悉 当地人对他印象很好 但是没想到 这个人关起门来 干了这些事情啊 是这个天理不容的事情 怎么说呢 最近他这个被抓的时候呢 他是啊 在这个网路上 跟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然后这个互通讯息 哎呀那些字句啊 那就是很可怕的 而且这个小女孩啊 小男孩一样 成人也有可能 都很容易被骗 他里面就讲 他说我是这个白种人 我这个脾气很好 我这个人很风趣 然后我没有不良的习惯 然后这个D slash D free 就是说这个酒啊 和毒品我都是不碰的 然后呢 还看看还写的什么 哦他说我啊 干干净净 然后呢 这个面容也很好看 还是一个 这个情绪非常稳定 把自己讲的一个是 哎呀你可以 非常信得过 就差不能托付 就差还没有托付终身 这么样一个男性 哎呀我这个 很希望跟你交朋友 然后就跟这个十四岁的女孩 还写了一些什么话呢 就说哎呀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啊 什么什么 我们俩就在什么什么地方见面吧 嗯好了 这个警察跟那女孩约好了 就到那个 网路 网路上安排好的吧 然后就到那个地方 跟那个女孩见面了 没想到等到那地方不是女孩 等到那地方是警察 所以 这个警察 警察局长啊 现在被逮起来了 他的妻子发表声明啊 这个 对他的这个家人 亲友啊 被害人啊 还有所有的 这个城市的居民呢 感到非常抱歉 那因为 他这个先生局长啊 让大家大失所望 按照检察官的说法 这个事情啊 在这个司法界格外重视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警察局长啊 是要宣誓的 宣誓的时候 那个誓词啊 讲的什么呢 啊 是我要保护 我的社区的 今天你是带头 危害你的社区啊 所以呢 这个在 现在这个 法官批示 这个保释金额非常高 也就是说 这个增加你保释难度 那么这个 接下来他要 说他几个犯行 一个就是这种 勾引 未成年少女 这个在美国是 所谓的这个 在很多地方都是 一级重罪啊 First Degree Felony 还有一个罪言是说 他 他约那个小女孩见面 两个人是一起喝咖啡 看电影吗 当然是 另有所图 而这个 另有所图啊 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 要跟他 有这种关系 这个 对一个 14岁 未成年的少女 也是所谓的 第一级的重罪 所以这个人啊 就等着看 这个司法要如何 来审断 这样的人 这个人名字还没讲 叫Michael Debo 这个现年 这个40岁 更正一下 刚刚讲他做警察 就是做了十几年 二十几岁就开始做警察了 这个案子啊 或者说这一类的案子 在美国现在受到 这个多方的重视 因为这个潜伏的因子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呢 大家也知道 一样是这个搜集 这种儿童的色情图片的话 这也是犯法的 不久之前呢 美国国家体操队 这个队一 判刑了 判刑不是 他这个骚扰和侵害 那些这个女选手 而是 那些案子是另外还要再审 签设比较复杂 比较清的 比较这个单纯的案子 已经把它判刑 判了好十几二十年吧 也是判了很重的刑 为什么呢 就是他搜集了大量的 儿童的色情图片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 如何要以警校游 这是司法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了 这个开头跟大家报告 等于是 记得这个最新的消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谈一个题目 是这个华盛顿邮报 在周末有一篇文章 看这个题目 叫做中国拿得下台湾吗 说中国真正能够拿下台湾吗 哎 大家知道 在美国 很多这个专家 不只是美国了 包含这 新加坡以故总理李光耀 也是这样认为 说在这个中国的国力啊 经济实力啊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现在 原有的这种 是失职独立的这种程度啊 恐怕没有办法 一直保持下去 这个基辛格 做过美国国务卿的 他还讲过一段话 他说他认为 台湾最终哈 是完全要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呢 和大陆同意 这是有一些观点 而且呢 美国也有这些 这个曾经有一个 这个将领啊 讲说台湾呢 就是碗里的一颗屎 哎呦 这个话讲的好难听啊 为什么呢 他说在美国和中国大陆 改善关系的过程中间 台湾构成了障碍 那也最下子就把台湾呢 弄成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麻烦制造者 那么 可是呢 华盛顿邮报 这篇文章 作者是 这个John Pumphrey 带个中文名字叫潘文 三连水的潘 文章的文 他做过华盛顿邮报的 北京特派员 还写过有关于 美中关系的书 那么他说 最近啊 他看到另外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 一篇是西东中心的 这个研究人员写的 叫Dan Roy 一个是美国塔虎托 大家知道 这个学校的这个国际政治 在美国是非常受到尊重的 那里的一位教授叫巴克里 那个教授他写的 他们这两位学者 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说 中国恐怕 未必有这个能力 甚至有没有这个意愿 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都是有疑问的 为什么呢 这两位啊 他两篇文章 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发表的 他们提出的几个事情啊 那一个就是说 在两百年来 你研究国际战争啊 没有一个战争啊 是因为单纯靠封锁 就使得对手投降的 大家知道 这个台湾呢 四面环海 台湾这个经贸啊 完全要靠 很高比例要倚靠 它的这个进出口 所以如果你对台湾 实施封锁的话 就等于对台湾展开了一场 这个军事行动 那么这个专家的讲法就是 你看 二次大战的时候 最后 美国啊 基本上是完全封锁了日本 日本呢 进出口物资 百分之九十七 都给截断了 也就是说 它这个进出口啊 只有它正常情况下的百分之三 可是日本是不是因此就投降了呢 不是 日本呢 后来是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这个美国 这个 杜鲁门总统做了非常重大的决定 投掷了原子弹 然后日本投降了 那个时候呢 按照美军的估计啊 如果是这个 日本不投降 那美军必须要登陆日本的话 恐怕还会造成一百万 包含美国 包含日本 这个双方的军民的死伤啊 所以这种这个登陆作战本身呢 是有极大的风险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研究啊 从现在往前推 好几十场战争啊 你这种封锁啊 未必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 对方啊 他和外界的这个来往 捡到了最少 捡到了接近于零 但是他为靠着本身的 还是能够维系他的生存条件的 北韩不就是个例子吗 国际间呢 对北韩的禁运呢 一次比一次范围扩大 一次比一次程度加剧 可是北韩呢 他现在依然是 他可以维持生存 当然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但是呢 你是不是因此 就让这个国家就范了呢 那么所以 这个华盛邮报 这个文章里面呢 就讲说 这个最近呢 两岸之间呢 有一些新的元素 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这照片呢 是打的是这个 共军的这个轰炸机 然后小的呢 是国军的战斗机 也就是说这个 共军的飞机啊 又绕岛飞行 然后国军的飞机啊 起飞监控 本来嘛 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啊 这个中华民国国防部 都会发布消息 现在呢 不再发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经常出现的 而且呢 共军也说了 这种事情啊 以后会常态化 所以另外一张照片呢 就是韩国母舰 辽宁号 就是从这个台湾海峡经过 你不管从南往北走 或从北往南走 那你经过的这个台湾海峡 当然都对台湾来讲 构成了一种威胁 大家还记得 在1974年的中越战争的时候 在西沙群岛打仗 这个中国的这东海舰队啊 要往南海那个地方去支援 然后呢 就卡在了台湾海峡 说那个时候啊 就当然也是这几年的文章里面 出来的这些讯息 说那个时候啊 就 共军的军舰呢 就等在那个地方 就怕 这个国军如果硬是 横着一栏 而且那个时候 美国和台湾呢 有共同防御条约 那共军的军舰呢 就会吃憋啊 或者是说 就这个事业弄得不欢而散 这怎么办呢 就等在那个地方 说后来有人把这个消息啊 告诉蒋中正总统 这个蒋中正总统 后来就考虑之后啊 这个决断就是说 南海军情紧急 意思就是说 南海那个地方 毕竟还是这个中华儿女啊 收徒有责 所以呢 好 让 就让这个共军的 东海的舰队 可以南下 到南海去支援 那么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就不再如此了 你看 现在是辽宁号 那通过台湾海峡 那就完全是 这个自主性 操之在我了 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 在1996年 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在台湾海峡附近 并没有进入台湾海峡 但是在附近 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一个叫迪米兹号 一个叫独立号 那么基本上 就使得台海情势 平静下来了 共军的这个飞弹导弹 试射 就停止了 那么 可是这个 这几年呢 美国国防官员 在国会里边的时候 这个就讲到了 就是说 如果再发生 类似于96年的台海危机 美国未必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 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再开到台海附近吗 未必如此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他现在这个做法 跟96年相比之下 是可能更退下去了 而中国跟96年相比 这个实力 或者说是要展现的 这种意志力 比以前强 在这样情况之下 这个华盛顿邮报这文章 就是说 哎呀 这两岸之间的情况 就显示说 台湾仍然是东亚的重心 那么也让大家要好好思考 共军 有没有能力 拿下台湾 那么这个文章的结论就是说 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因为呢 这个你要真正 你武力占领台湾的话 你必须有军队登陆啊 到台湾岛上面去啊 是 按照共军自己的规划 第一天有能力送上 两万六千人 第二天有能力送上去 一万五千人 哎 可是 这里面有个前提啊 就是说 你这渡海啊 八个小时的过程中间 台湾是眼睁睁的 束手就擒吗 台湾是不是有这些 这个种种的预警措施 台湾有导弹 反舰的 台湾有鱼雷 台湾还有阻绝设施 台湾别忘了 这个空军呢 这个水准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 共军觉得自己有能力 输运两天 输运四万多人 这四万多人能有多少 上到这个岛上去 这是个问题 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研究报告 说这个 如果美国出动八艘潜舰 守在台湾海峡 就凭这八艘潜舰 可以摧毁 百分之四十的共军 进放台湾的 两起部队 那么美国的损失是什么呢 一艘潜舰 大家知道潜舰呢 这个神出鬼没 行踪不定 它基本上啊 是你很难防范它的 那么这个 这华盛顿邮报 这个文章就是说 你现在看现在的情况 台湾呢 想要提升 这个国防预算 所占GDP的比例 美国呢 也继续提供台湾 所需要的防御物资 这个美国也意识到了 台湾在 美国和中国之间 它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美中之间有诸多难题 人贸易也是个问题 是不是 这个战略安全也是个问题 双方各自的这种 势力范围也是这样的问题 何必要说一定要把台湾问题 提到到议程的这么前端呢 那么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有它的人 不管是台湾关系法 或者是六项保证 美国呢 也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台湾的这种 国防武力啊 就日趋落后 所以呢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结论就是说 美国 对不起 台湾和大陆 这个未来的发展究竟如何 目前还是在未定之天 好的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这个华盛顿邮报 讲两岸关系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呢 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吧 这个照片呢 就是 这个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 它这个背景变得比较模糊 突出主体 这主体里面呢 就有好几个摄像头 这摄像头你看高高的悬在电视线上 这个杆子上 这摄像头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看有没有红绿灯 有没有闯红绿灯 有没有招速 或者还有其他的作用呢 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 在摄像头的数字啊 那已经是世界之冠 而且呢还要继续增加 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个纽约时报啊 有一篇文章啊 他讲的就是这位作者啊 他的父母是中国人 而且还这个父亲呢 还做过解放军 然后在后来呢 是移民到了香港 然后再从香港来到美国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华人血缘呢 所以呢他这十几年前呢 到北京去工作的时候 内心呢是很兴奋的啊 就是所谓这个回父母之国嘛 可是现在差不多十年 他下来 他决定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 回到美国来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感怀 其中提到就是 像在2008年的时候 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 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 这个民族自信心啊 国民的自尊心都显著提高 还有呢就是在08年的时候 中国虽然遭遇了这个汶川地震 然后呢可是你看 当全世界面对的是 经济不景气 面对的是美国的金融体系 一塌糊涂的时候 中国他不但是在经济上 帮了世界一把 同时在自信心上 也帮了中国自己的官僚一把 他说这样子到现在呢 今年就是第十年了 他说这个很多现象的发展呢 让他觉得当年在08年那个时候 他也是这个 他没有写我们觉得 这也是炎黄子孙 至少在写原如此嘛 他说那个时候呢 他觉得中国仿佛是要提出 另外一套的这种体系 包含经济 包含政治 包含价值观 而现在他越来越觉得 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当时想觉得 好像中国的一些这个体系 可以跟美国啊 这个匹敌甚至可以胜过美国 可是他现在列出了 他的这个纽约时报 列出了好多项目了 他要讲说这个 比方中国的建筑物 十分耀眼 中国的物质建设 十分出色 但是这样子 是不是就让你的国家 变得比较稳定 让你的国民 得到这国际上的尊重呢 他说这个中国呢 对于互联网 现在是加强管控 中国对于维权律师 是要小心 他们可能是被这个请去喝茶 甚至抓捕 而且呢 还把抓捕律师 列为这个司法界的重要成就之一 他说这个和一个 真正大家所期待的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复兴的国家 是背道而驰的 还有一个 他说在中国现在 在企业界 还有这个 学术界里边 党领导 这个不久之前 大家不讲吗 说中国不让人家用 谷歌 中国自己有百度 可是百度现在呢 有党委书记啊 所以呢 党要掌控一切 他说这种啊 这做法 恐怕和这个 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的期待啊 那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他这个文章啊 写得很长 是一个 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这种这个 对比啊 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 比方说 他提到说 很长久以来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来美国呢 或者很多人就是 听听看美国怎么说 未必是因为美国强大 或者说不只是美国强大 而是美国啊 他所主张的一些观点 像是崇尚这个民主法治 美国所追求的 或者是努力要建立的 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 美国对于人权这种保障 美国对于这个追求 连接政府这些做法 都是国际上啊 大家比较共同认可的 或者说 今天呢 这个美国这个标准设在这里 很多国家呢 他也觉得美国这个标准 也可以是我们努力的标准 美国今天要是有一个 这个黑人 他遭到了这个白人警察 不公平的对待 那这个大家啊 对于这个 现行的制度 对于这种心态的批判 那不只是黑人 白人也加入一起批判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人权的保障 不是说 这个有色人种的人权 或者说是 跟我一样的人 人权 我要关切 跟我不一样的人 我一样 要对他表示关切 这才是一种 人同此心的普世价值观 他说这个 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呢 恐怕就未必如此 或者中国所强调的很多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例证 那些具体的做法 这个在 这个 在美国 或者在其他的国家 看在眼里头 恐怕未必会认可 未必会接受 所以呢 他讲说这个 很多时候大家看这个 好像说 受好莱坞文化的影响 哎呀那这个中国 现在也希望能够推动 他的这种文化 这种所谓的软实力 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结果不是 结果呢西方是用了 不是用一个soft power 中国这个其他国家 形容是一个sharp power 是一个很尖锐的 这样的实力 也就是说 这个他提到说 中国现在 所积极推动的一些做法 他是这个 以他的这个经济实力为后盾 而这个 对你所提出的 种种的要求 未必是你愿意 这个心悦诚服的接受 很多人知道这个 大家听美国的歌曲 很就朗朗上口啊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 的阶段当中啊 就受到了 所谓的美国文化的影响 那与其说是 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 倒不如说是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认可了一个普世价值 今天所有的人 都应该有宗教自由 所谓宗教自由 就是包括 不信仰什么叫的自由 大家是有这个言论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 就是说 你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反对 但是我坚决主张 你有讲这每一句话的权利 那现在如果是一个 反其道而行 那就不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 所以呢 就是 他这个 以他自己成长的经验 生在美国 但是他却有中国的血缘 他知道他的父母 告诉他的 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今天中国怎么样走 是他自己亲眼看到 他自己在中国 这个做事做了这么多年 他甚至是实际参与了中国的这些改变 但是呢 他的这个体会啊 是很深刻的 确实这个对中国现在的做法 也觉得其其以为不可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 好的最后我们要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一个学校的这个门口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学校的门口呢 这是这个四川的一所学校 说这个学校有一天呢 突然学校里来了好多个警察 就把这个男生和通通叫到一块来 每一个人呢 给你个杯子 一张试纸 在试纸上吐个口水 然后把这个试纸 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信封里面写上你的名字 学校也没跟学生这么讲 学生也不是很了解 究竟怎么回事 小学嘛 后来才知道 这就是采集DNA嘛 所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讲 中国正在建立 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 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有了 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 5400万人的DNA 中国有这样的这个数据资料了 不够 未来三年还要加一倍 要到一亿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中国有种种的说法 像这个学生啊 后来有家长问学校 怎么回事啊 说啊 我们这个都市里边啊 有这个命案呢 很久都没有破 所以呢 我们要采集DNA 然后呢 希望能够因此扩大 真讯的范围 而且呢 这个 一个家族有一个人 就可以把你其他家族人的 这种基因的特征 就都取得了 然后这个就发现 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多地方都在做 我们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 他说比方说在东北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白山市 那地方有一个养老院 哎呀 请大家给老人家免费体检 这当然是福利之一啊 免费体检 其中一个就是抽血 抽血呢 就可以建立起你的这个DNA资料库 还有在宁夏 说人口普查 美国也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是你填的 是他问的 结果呢 要采集血液的这个样本 还有说在这个深圳 在这个深圳呢 说他们举了个例子 有一位这个黄先生 他跟朋友两人一到在这个在外头 哎警察来了 要身份证 有身份证 要居留证 居住证 哎呦 没有居住证 走走走走 带到警察局去 采集血液样本 这个说这个大庆 油田的 一口气采集了34万份的 这个DNA的样本 还有说在宁夏 说有个案子 这歹徒可能是从三个乡镇 来的 所以呢 就把这三个乡镇 所有的人 也可能是所有的 至少所有的男性 把他们DNA统统采集来 然后呢 说这个DNA数据库 在扩大的过程当中 有个什么问题呢 说把这个农民工 当做对象 说呢 这些农民工 在这个地方 可能因为 他的环境不好 所以可能就饥寒起到心了 所以他们 有潜在的犯罪嫌疑 或者说 他们中间就有犯罪分子 所以呢 这个到后来 连这个租房子的人 也要列为采集DNA的对象 这个至少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在美国生活就知道 在美国要采集你的DNA 除非是法院同意 除非是你这个犯罪 要不然是不能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了 人民的隐私的问题 你说今天这个 在新疆 要出国办护照 对不起 提供DNA 要采集DNA 还有呢 就是批评 政府的人 你小心 就会给你来采集DNA 还有在这个学校 孩子们根本就是 天真烂漫 就来采集你的DNA 而且这个中国 现在这个做法 是把你这个DNA 还有你的指纹 还有面部 还有你的声纹 讲话的声音 通通要把这个资料 采集下来 大家知道 某人学另外一个人讲话 学得再唯妙唯俏 声纹一比对 就不一样了 因为就可以知道 它不是真的 因为声纹跟指纹一样 是每一个人 都是有自己独特的 所以呢 这个 所以现在中国 正在建立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资料库 DNA的资料库 它有种种的理由 比方说有一个学校 校园里发生了电脑窃案 有人电脑被偷了 全校3400个学生 那个全部 对不起 错了 3500个学生 全部都要接受 这个DNA的 在这种采集 对学生来讲 就说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必要吗 把每一个人都当作 可疑的这个犯罪的嫌疑人 或者是 潜在的犯罪人 还有呢 这个东西 牵涉到一个公平的问题 刚才前面讲了 对于某些人口 就格外怀疑它 对于高端人口 大概就不至于这样子 这岂是一个公平之道吗 大家知道 没有一个公平 这岂是为政之道呢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个 现在讲到这个中国 建立全世界最大的 DNA资料库的时候 这里面也暴露的 很多不可告人的 或者是值得深思的议题 好的 今天的华盛顿看天下 就进行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